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外投国际投股林中霞为您制作的标股极限风 昨天大盘跌了111点,很多投资朋友在这里都心凉了 我有的会员还打给我,老师怎么会这样啊,怎么收最低啊,老师怎么办啊,公司要倒掉啊 我说放心,他今天一定涨,今天真的涨 昨天跌了111点,今天涨了258点 258,258,各位,跟我讲的完全一样 那明天会不会再继续涨,明天不会涨258点 涨258点,我昨天才在这里告诉你啊,我说明天一定涨 我说不要认为你的股票会涨,你的股票不见得会涨 但是我跟你讲的股票一定涨 我昨天是不是这样告诉你的 对不对 老师,你讲话好有自信,对不对,各位 所以啊,在这里你不要猜太多,好不好 对不对,各位 我说我的股票一定涨,来,我们来验证一下 来看一下,今天大盘是不是涨了多少,258点 对不对,我昨天告诉你,我讲的股票一定涨 我讲什么股票一定涨,各位 3529的力望,涨停板 我说IP股股一定涨,对不对,各位 还有什么3661的四星,快涨停 6531的爱普 各位,昨天啊,昨天的开盘价187 盘中最高188,收盘183 今天开盘价叫189 昨天你只要卖任何一张,你不要卖多 你只要卖一张,你都会哭出来啊 如果你卖10张,我告诉你,你今天要用追的啦 那如果你放空10张 恭喜老爷,贺喜夫人 各位 昨天还有借券777张 太好了 多借一些 多借一些 那明天涨停板,你再继续再见 没有关系 对不对 但是,各位 有的股票没有涨 对不对 各位 在这里我讲的话就是我负责嘛 对不对 2314 一定涨 老师你怎么都知道 我在这里所讲的话 各位都可以把它 验证 每个老师都很准 收完盘了哪一个老师不准 只有我敢讲明天 没有一个老师敢讲明天 只有我敢讲明天 各位 好 重点是什么 6129的普城 今天有没有涨 没有涨 收平盘啊 对不对 我跟你讲不是每一支股票都会涨啊 老师那普城未来会不会涨 整理整理完之后会涨 好不好 整理整理完之后会涨 昨天在这里一万多张 今天一万四 现在量再稍微说一下 我告诉你他还是会涨 好不好 我告诉你就很清楚 你不要怀疑 昨天4961没涨 我告诉你今天会涨 昨天3034的没涨 我告诉你今天会涨 有一个叫软趴趴 趴在地板上那个老师 我真的他告诉你一个观念 去年很好的 今年不好 所以他不会涨 你要买的是下半年比上半年好 去明年比今年好 结果他都叫你追在高点 都买在那个创新高的股票 创新高的股票 是不是3163的破诺威 今天有涨吗 今天也没涨 创新高 老师我去追创新高 昨天涨 今天跌 对不对 各位 破诺威我做过多少次 我以前在均安投顾 做破诺威做多少次 我还不知道他 我不知道破诺威 谁懂破诺威 对不对 各位 30几块涨到70几 涨到60几块 也涨了大概超过五成 在这里会震荡 量说震荡休息完 要涨会再涨 它是有人炒作的股票 有人炒作昨天四万五千张 大家都跑进来冲 今天今天两万四千张还在冲 非凡的节目还在介绍 对不对 所以我昨天在这里是公开告诉你 今天一定涨 什么股票一定涨 3529的力旺一定涨 就涨停板 3661的四星一定涨 就快涨停板 6531的爱普一定涨 昨天你卖掉的 你放空的 你借卷的 恭喜你 对不对 好 那我在这里要告诉你的是什么 未来你要怎么选股 对不对 大盘来到这个位阶 我告诉你这季线会过 昨天跌到一万四千九百点 我的会员还有打电话来 林小姐打电话来 快要哭死了 对不对 各位 我告诉你他会涨 我告诉你 好 重点是什么股票会 未来会涨的多 会回升的快 6531的爱普 各位 这支股票今天短多了 你看他今天开盘价 昨天我有跟你讲 昨天这个小编帮我录的 我说五日限是多少 189 今天开盘价就是189 老师 开盘价你去买的 我屁了 我开盘价我去买的 我告诉你市场上就会开盘了 对不对 市场上就会开盘 不用我来开盘 他在一个W底行程 我们上一次在225这边跟会员讲 255 255这边 他会回 你可以先卖后买 我有讲 好 那明天的关键价就是 这个是多少 199 是不是 明天 199吃到饱 199吃到饱 1999吃到饱 各位好爽 好 各位 看我的节目 不像别的老师 你看我告诉你会涨停板 这一支股票撕开来就涨停板 各位 不要这样骗人好不好 我昨天告诉你什么股票会涨 对不对 3529的力旺 我昨天告诉你会涨 今天就涨停 我有一个会员 昨天还不敢买 那盘中跟我讲 老师我要去买 我说今天开那么高 我说今天开多少 开在190 那你是不是来到1150你再买 因为 1190的一半 1180还好啦 对不对 他挂1150竟然没买到 收完盘 在这里 我说我昨天叫你买 1120 1110 120你又不买 那今天你想买到1150 我叫你不要追 结果涨停板 你还怨我 王小姐 没有买 对不对 各位我讲话就是这么单纯 3661 昨天叫你们说 前天的低点 如果昨天有来你就买 昨天是跌的 昨天最低多少 好像没有破600 620 620没有买 对不对 昨天收618 618没买 你今天开盘 638 又是258 马上就638 你三半了 各位收盘多少 666 哎呦老师好顺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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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老师好顺 老师好顺 对不对 6666大顺 对不对 6531的爱卜 各位你看他会涨到哪里 好 那一个软啪啪老师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说这只股票会跌 他说会跌反而涨得比他比他喊的股票涨得还多 哪有这种道理 这不是跟软啪啪这样 啪啪打脸 啪啪打脸 那个脸肿的 人瘦瘦的 人被打肿 我告诉你啊 疫情红利啊 大涨的股票跌下来合理啊 那你去放空嘛 你又不敢 你去空 要被打脸 老师我空十张 输20万 刚刚好而已啦 你输越多越好啦 反正没关系啦 因为分析师 我当分析师当太久了 我什么没有看过 三线翻多三线翻空那个 更扯 对不对 台积电 国安基金台积电输多少钱 我是绝对不会买台积电 各位 对啦 688不要买啦 对啦 650不要买啦 来到440块 你还不买 三线翻空 我怎么买 440涨到615了 这里有压力 这里有压力 屁啦 当然有压力啦 440涨到615块 已经涨多少钱了 还在三线翻空 我真的不知道 投资朋友你要信谁 对不对 我昨天才跟你讲 各位 我昨天才跟你讲 讲什么 0277259668 我说你只要打一通电话进来就好 你不敢做 没关系嘛 中小老师亲自打给你 行不行嘛 不行 不行 你就自己看嘛 你用看的就好了 昨天500块也不能买 500块可以买啊 你今天随便卖 随便赚啊 对不对 10张赚10万啊 100张赚100万啊 不行喔 这不是钱喔 那我问你什么叫做钱 什么叫做钱 你告诉我 老师三线翻空 老师那个三线翻空 老师三线翻空 好啦 三线翻空你空500块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空10张 今天输10万 空100张输100万 所以我知道头顾借在这里真的是良悠不起 有的人在节目上就危言耸听 你看中小老师哪时候危言耸听 我只是跟你讲 昨天我只是在这里告诉你 今天一定涨 会涨什么股票 会涨什么 3661 今天涨 会涨3529 今天涨 会涨6531 今天涨 会涨2314 今天也是涨 我都不需要去骗人的啦 那我告诉你什么股票 昨天涨的今天不一定会涨 6129 今天没有涨 对不对 没有涨就是事实嘛 收平盘嘛 真的没有涨啊 我没有骗你啊 对不对 老师 我昨天有看你节目 昨天跌成跟猪头一样 你在这里告诉我说一定会涨 老师今天真的一定涨 你也告诉我说 老师今天就算涨200点 258有的股票还是不会涨 普通常有没有涨 没有涨 但是我不是说他今天不涨 明天就不会涨 而是我告诉你 我连前一天我都知道明天哪一只股票会涨还是不会涨 你说这种老师有没有准 你节目从头看到尾 从一点半看到半夜12点 晚上再重播 睡不着觉再看 各位谁比较准 谁比较准 对不对 好我们来谈一谈 六五三一 爱普 今天正式站上五日线了 那明天要挑战什么 月线 再来要挑战什么 季线 老师他会不会这样 这样大涨涨停 大涨涨停 有机会 但今天有量 昨天杀的杀的这样子 对不对 今天有量 明天 明天如果 明天如果大概六千张到八千张 就是涨停 那如果没有这个量 没有这个量你就看 没有这个量就不会涨停 但是还是会涨 反正明天他不会跌就对了 老师那个3529的例外还能不能追 我告诉你 明天如果开很高 他就会下来 开很高就会下来 那他明天应该也不会开低 那如果开个小评高 他还是会往上走 老师那3661明天会不会涨 3661明天会涨 对不对 会员听好 不过3529的力旺跟3661的世心 是轻贷的 还有法人的才会贷 你们不要想太多 那如果不知道怎么做 各位 0277259668打电话给我 我就讲 我就讲明白了 周美金 老师你错了 连六红 123456 连六红 这个六红要挑战这个缺口 他为什么会连六红 因为有一个消息出来 他要纳入MSCI的成分股 对不对 纳入MSCI的成分股 对不对 所以各位 应该还会涨 应该还会涨 好 那我在这里跟各位投资朋友说讲的 像4976 昨天涨停 今天又翻红 这支股票很强 对不对 但是各位 你就沿着五日线 因为他在ABC 他比较大的压力在这里 那到这里的时候 大概在50块 我先跟你讲一下 大概在50块里面会震荡 今天爆量 但是他还是涨 他还是涨 逐利筹码还是多 6531的爱普 今天没有爆量 今天2700变3600 昨天在这里借券放空的 有777张 777 各位 不是007 不是007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这支股票有可能 这支股票 各位来看一下这支股票 这支股票有可能变回升 老师 什么叫回升 我讲给你听 好不好 你不懂我才讲给你听 我问你 如果300块到400块 这叫反弹 对不对 再回到300块 突破400块是不是叫回升 因为300到400这叫反弹 500跌到300 300涨到400这叫反弹 第一次反弹一半 再回到300之后 再涨到400 照理说反弹 那就不会过400 他过400到450 450回下来 回到400块左右 380 他就涨到750 这个就叫回升 这个叫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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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涨多拉回 这个叫反弹 这个叫涨多拉回 这个叫反弹 这个叫涨多拉回 这个叫反弹 这个叫做急涨 好 现在底部出来了 所以这里来说 他会走回升 什么叫回升 你懂吗 各位要不要我教你 回升的意思 就是他会先过中间这个点 之后他会过这个点 这个点是多少 320 320 各位 我讲话就这么单准 这个叫反弹 这个叫回升 这个叫跌升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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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一分为二的回升 这个叫回升 其实这个叫回升 这个叫做受到国际股市衰衰衰的影响 这个叫超跌 超跌之后就有超额利润 这个叫回升 这个叫回升 这个叫做创新高 叫回升 对不对 这个叫这个叫回升 创新高叫回升 跌升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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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过这个中间的点 70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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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如果要回升 他要到九百一千 懂吗 没有老师会教你这个 中小老师 凭我40年的经验 我可以教你这个 那你要不要跟着我做 0277259668 各位在这里我要讲一句话 专门计算主力筹码 底部量说好买点 有钱人之所以有钱 做的和想的跟你绝对不一样 他们有回升做价差 有反弹做价差 回升也可以低进高出 低进高出 低进高出 每天冲 反弹呢 低买高卖 高出低买 各位 告诉你很显然 赶快打电话进来 各位 0277259668 涨一倍的股票 等着你来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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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就对了 你来就对了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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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各位 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直绩效不保证 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承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clients 通证券 通知力 市迟通知力 老线 公司资料仲参考 项利益完全 拥有价属 对优众 能吻 并田 公司资料仲参考 其车 并区 通知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